华夏神帝 人杰地灵 刘邦项羽等皆来自于此 九朝帝王徐州吉 这里是英雄的出处 这里是千年龙飞帝 一代帝王乡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华夏九州之一的鹏城徐州 一处南北方过渡地带 为北国索要 南国门户 向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 刑事造就了英雄的鼎立天下 从这里走出的布衣皇帝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 开创了历史上辉煌的大汉王朝 历史的车车轴嘎嘎驶过 如今的鹏城徐州展现出一旁 朝气蓬勃 刚头最倒十座床 央看白云 天茫茫 北宋巨匠苏氏的一首 登云龙山 是巨石临巡 蜿蜒如龙 云雾缭绕的云龙山枝 洒脱于险峻 兴泉石下中 淡淡流碧玉 清代杨淮的刘碧泉石中 是云龙湖碧波塔影 荡漾诗情的细腻与柔美 这便是徐州 衣闪带水 湖光山色 刚柔相继 兼有北方的豁然大气 和南方的中灵秀丽 沉淀着历史文化 与时代科技发展的 独特的风资 大风清晰 人飞扬 大风清晰 威家海内西归故乡 安德蒙世西首四方 刘邦群情激昂 字字经时 置地有声 如今 佩县的标志建筑之一 歌风台中 大风歌碑上 浑源求尽的字迹 仍向我们诉说着 其奋发有为之志 悲壮豪放 其建功立业之心 气势磅礴 其安邦忧国之律 凝重深切 可谓壮淮激烈 感人奋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徐州 中国烹饪文化的发祥地 盛夏之志 心脉登场 新酒酿成 羊肥味脉 鹏城浮阳一碗汤 不用神医 开药方 我们秉承 徐州养生的美食文化理念 相聚在徐州 相聚配县 相聚在东北国际大酒店 欢度浮阳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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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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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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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中的上古仙人 彭祖 皇帝之第八代孙 陆中之第三子 封于大彭国 即如今的彭城徐州 是以长寿建成的 中国第一养生学家 徐州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历代都是中原地区 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于彭祖的经营功不可没 今天 彭城徐州 举办浮阳节 即使将彭祖的养生文化 美食文化传承 撕进怀骨 2011年 中国徐州 彭祖福阳节 欢迎您 欢迎您